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馬斯克和考爾森的訪談引起了轟動 有觀眾留言說 希望我們全面介紹世界上兩個最聰明的人的對話 關於這次採訪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中 已經給大家做了概括的介紹 今天 再給大家細緻的說一些主要且精彩的內容 10月7日 特斯拉首席執行官伊隆·馬斯克 接受了前福克斯新聞名嘴塔克·考爾森的採訪 近兩個小時的訪談 馬斯克談到了12個話題 包括為何支持川普 向颶風受害者提供星鏈服務 埃普斯坦客戶名單 疫苗 犯罪合法化運動 宗教信仰等問題 從這些談話中讓我們看到 用現代科學武裝起來的最強大腦 馬斯克對於政治 政策和宗教等領域也有獨到的見解 就在這次訪談的前兩天 10月5日星期六 馬斯克首次出現在賓州巴特勒槍殺案舞台 與川普同台 並發表演講 這引出了考爾森的第一個問題 他問馬斯克 你這麼支持川普 如果川普在大選中輸了 你會怎麼樣? 因為如果他輸了 你就很難假裝你從未支持過他 言外之意 如果川普輸了 馬斯克就沒有退路了 馬斯克直接了當地說 如果川普輸了 我就完蛋了 我會陷入困境 就像在打滾 我就像泥裡的豬 如果他川普輸了 他們可能會對我進行報復 但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全力以赴 我就像全壓 全壓是賭注中的一句行話 就是把所有的賭資一次全部壓住 贏則大贏 輸就輸徹底 由此可見 馬斯克支持川普 已經堵上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眾所周知 2016年馬斯克投票給了希拉里 2020年投給了拜登 但是馬斯克漸漸發現 自己的理念與自由派越來越遠 原來中間派的自己現在卻成了保守派 對此 馬斯克曾用一張經典的圖音做過說明 說明了民主黨向左一路狂奔的幾個時間段 映射了奧巴馬對美國的影響 在採訪中 馬斯克說明了全壓挺川的根本原因 作為世界最聰明的大腦 他的思考確實很有前瞻性 他反問卡爾森 美國政壇是否曾有過如此動盪的時期 在我們的一生中從未有過 沒有人見過這樣的事情 他告訴人們 你知道如果全力以赴 卻沒有成功 可能產生的後果 我的意思是 在你這樣做之前 你仔細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的觀點是 如果川普沒有贏得這次選舉 這將是我們美國最後一次選舉 民主也會在美國消失 接著 馬斯克開始講自由派利用移民 在搖擺州擴大票倉的操作手法 他說 民主黨 民主黨機器 一直在進口這麼多人 帶入這麼多非法移民 用這個 比如CBP邊境應用程序 沒有人知道 就像秘密計劃一樣 這是非法的 但司法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來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他們正在將大量非法移民運送到搖擺州 馬斯克繼續說 如果你看看政府網站上的數字 民主黨運營的政府網站顯示 所有搖擺州的非法移民數量 都出現了三位數增長 在某些情況下 過去三年增長了700% 現在 這些搖擺州的差距有時是1萬或者2萬票 那麼 如果你把數十萬人投入每個搖擺州 會發生什麼? 當有人獲得庇護時 他們的案子會被快速處理 並獲得綠卡 5年後他們就可以獲得公民身份 成為合法投票的人 在競選中 他們絕大多數會投票給民主黨 雖然他們中很多人的社會價值觀 與極左的工作意識形態不一致 但這不是他們首要考慮的 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讓他們的朋友和家人也來到美國 民主黨還發布了所有這些計劃 這些施捨 本質上使他們對民主黨心存感激 所以 無形中增大了民主黨的票倉 而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對於這種移民操作手段帶來的後果 馬斯克用現實做了推演 他說 我的預測是 如果民主黨再執政四年 他們將使大量非法移民合法化 以至於下次選舉 不會再有任何搖擺州 美國將成為一個一黨制國家 就像加利福尼亞是一個一黨制州一樣 馬斯克以加州為例 說明一黨制會帶來什麼樣的現象 他說 加州曾經是相當可靠的共和黨州 比爾·克林頓在1992年輸掉了加州 但因為移民贏得了西弗吉尼亞 此後 加州的民主黨傾向越來越強 加州立法機構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是民主黨人 民主黨佔絕對多數 這意味著什麼? 馬斯克說 加州剛剛通過了一項法律 這令人震驚 很難相信這是真的 規定在加州的任何選舉中 要求選民出示身份證都是違法的 在任何選舉中 甚至是正議會 加州州長加文·紐森在上週簽署了這項法律 馬斯克舉了一個例子 說 我住在帕羅奧爾托的一個朋友問 這是真的嗎? 他去參加某個市議會選舉投票 試圖向工作人員 出示他的身份證 但他們說 我們甚至不允許看你的身份證 除了教唆選民欺詐之外 通過這樣的法律 還有什麼理由嗎? 馬斯克認為 這樣欺詐就無法被證明 這時大規模欺詐成為可能 而且沒有辦法證明 因為你怎麼證明呢? 這太瘋狂了 然而 這項法律只針對投票 而不是針對買槍 買酒 買香煙 坐飛機 或租酒店房間 只有投票出示身份證才違法 如果你想買槍 他們會用六種方式檢查你的身份證 這說明他們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模板 所以 如果民主黨激起獲勝 你會看到其他49個州也會成為加州 不止加州是這樣 紐約也是如此 沒有黨派對抗的情況 唯一的競爭是誰贏得民主黨初選 正如我們在卡馬拉的任命中看到的那樣 即使在民主黨初選中 沒有人投票支持他 馬斯克問 那麼 民主在哪裡? 我的意思是 民主黨精英只是決定誰來掌權 基本上 這是一個很小的寡頭政治 這不是民主 對我來說 這有點有趣 因為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都支持這一點 這是一個億萬富翁集合體 但我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是 然而 民主黨陣營中所謂的億萬富翁數量令人震驚 比共和黨陣營中的人還多 事實上 令人驚訝的是 在搖擺州 他們有激烈的競爭 因為民主黨比共和黨有錢的多 因此 卡馬拉陣營在搖擺州的投入 大大超過川普競選團隊 馬斯克強調說 還有幾乎所有的媒體 好萊塢和娛樂界 名人都支持卡馬拉和民主黨 共和黨和川普在搖擺州處於劣勢 但仍然是一場激烈的競選 仍然是50比50 這說明了什麼 他告訴我 如果人們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 他們沒有被灌輸無休止的宣傳 共和黨將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勝 在訪談中 馬斯克還談到了身邊的實力 讓人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如果美國進入一黨制政府 人們面臨的是什麼 首先 馬斯克講了自己媽媽梅耶·馬斯克 他說:「你知道 我媽媽住在紐約 現在我媽媽已經從民主黨人變成了共和黨人 究其原因 來自馬斯克媽媽朋友的親身經歷 和紐約的現狀 馬斯克告訴人們 在舊金山和許多市中心的街道上 有很多被稱為無家可歸者 但無家可歸者是一個錯誤的說法 準確地說 他們是暴力毒品僵屍 所以 無家可歸是一個誤成 因為 無家可歸者意味著 或許是拖欠了抵押貸款等 如果你給他們一份工作 他們就會重新站起來 但費城市中心 九金山或紐約的部分地區 實際上大多數市中心 你看到的是暴力毒品僵屍 所以 他們就像死人一樣在街上拖著腳步 你知道 街上有針頭和人類糞便 而這些地方曾經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 但現在 你必須跨過毒品針頭 糞便和屍體 馬斯克曾經遇到一對夫婦 迫使他們離開舊金山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一天晚上 他們回家時發現 車庫前有一具屍體 因此 他們無法把車開進去 而且 街邊沒有停車位 無法停車 但他們不能移動屍體 需要弄清楚 這個人為什麼死 所以他們拨打了911 說 我們家外面有一具屍體 舊金山的911說 你現在有危險嗎? 他們回答 不 他死了 很確定他死了 然後911說 好的 我們明天會派人來收屍 沒有辦法 他們不得不找其他地方停車 最終他們花了24小時左右的時間 才等到收屍的人 他們決定離開舊金山 馬斯克說 這樣的事情不順美舉 這並不罕見 他無處不在 接著 他又講了另外一件更驚悚的事 他說 你知道大約一年前 有三名推特員工剛離開大樓 走在舊金山的馬克街上 馬克街曾是一條美麗美妙的街道 因為那裡是市場所在地 所以被稱為馬克街 然而 現在 商店的窗戶被木板封住了 其他東西也上了鎖 突然 一個拿著斧頭的人 無理由地砍他們 他們一邊逃跑 一邊報警 說 有個拿著斧頭的傢伙想用斧頭砍我們 但警察什麼也沒做 因為他們跑得比拿斧頭的人快 得以逃生 但是 那個拿著斧頭的傢伙殺了另外兩個人 卡爾森幾乎不敢相信 追問馬斯克 用斧頭 馬斯克回答 是的 用斧頭 馬斯克繼續說 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我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結果 這是一個將犯罪合法化的運動 比如 在加利福尼亞 你可以偷東西 沒人會管 偷錢任何價值低於1000美元的東西 都是完全合法的 所以 所有商品被鎖在玻璃櫃和塑料牆後面 人們走進超市 即使想買個牙膏 也要電源幫忙 因此很多小企業倒閉了 有人提議重新投票 將這種行為重新定義為犯罪 然後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州長加文·紐森反對這個提議 採訪中 卡爾森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 他問馬斯克 你為什麼不加入容易的一方呢? 我的意思是 你和川普一起上台 只會給自己製造麻煩 馬斯克很淡定的回答說 我明白 因為我認為 我們想保持民主 我們不想成為一黨制國家 那些稱川普是對民主的威脅的人 他們自己就是對民主的威脅 一黨統治不是民主 一個政黨 基本上是由黨內精英挑選候選人 就像卡馬拉的情況一樣 這不是民主 不需要任何人投票 都是民主黨精英任命的 當可憐的傀儡拜登的支持率下降時 他們立即把他打倒並趕出去 然後換上一個新的傀儡 事情就是這樣的 批評卡馬拉毫無意義 他只是一台更大機器的代言人 接著 馬斯克大膽點了兩個人的名字 他說 現在卡馬拉得到如此多支持的部分原因是 如果川普獲勝 愛波斯坦的客戶名單將會被公開 這令卡馬拉背後的一些億萬富翁感到害怕 其中包括領英創始人李德·霍夫曼 還有比爾·蓋茨 馬斯克說 24年前 李德·霍夫曼是我在PayPal的業務發展副總裁 他更害怕川普獲勝 因為接下來會披露什麼? 顯然有很多視頻 島上的那些房間是用來錄像的 我的意思是 吹牛老爹和愛波斯坦的視頻 可能有幾千小時的鏡頭 而視頻裡的人是有道德缺陷的 所以他們轉移對自己注意力的方式之一 就是批評他人的道德 這有點像先發制人的道德打擊 馬斯克說 那些說川普是對民主的威脅的人 他們自己才是對民主的威脅 宗教是維繫人類道德規則和行為的基礎 在談到宗教問題時 馬斯克坦率地講出了自己的認知 他說 當宗教衰弱而社會世俗性增加時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 他們需要一些東西來填補這個空白 所以 這些人接受了覺醒 把它視為一種宗教 覺醒思想病毒取代了真正的宗教 這就像是一場聖戰 對我來說 我在文化上是基督徒 我從小就是基督徒 我是聖公會教徒 受過洗禮 我上過主日學校 現在 對我而言 我有點把自己看作是一種工程師 物理學家 我的操作系統是一種物理工程系統 用來盡可能多的了解現實 馬斯克說 你知道 我經常質疑一些事物 因為我提出問題 比如火箭會進入軌道嗎? 我相信巫術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我想 能用魔法把我們送到月球嗎? 你相信存在比人類更高的力量嗎? 我認為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還有很多 比如 為什麼現實存在?它從何而來? 外星人在哪裡?不明飛行物是怎麼回事? 當然 外星人和不明飛行物 被視為國家和軍隊的最高機密 因而不大可能公開 馬斯克繼續說 但我可以保證 只要我看到任何外星人的證據 我就會立即在X平台上發布 這可能成為我們有史以來的第一篇帖子 卡爾森是一名淺誠的基督徒 他相信 政治已經成為了一場善與惡的征戰 並常常依靠祈禱的力量來獲得人生的指導 他問馬斯克 對於超越人類、超越我們意識的力量、 創造者的問題 你持什麼態度? 馬斯克回答 我們一定來自某個地方 所以我想 一定有某種創造者或創造力 或某種東西導致了我們的存在 我想知道這個問題的明確答案 所以 我試圖更多了解宇宙的本質 我的哲學是理解生命的意義 我們應該努力擴大意識的範圍和規模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